在电视剧行业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李雪剑老师出品 隶属精品 李雪剑 这个被称最贵的演员 拍戏近40多年 斩获33个影帝 一生只拍过一个广告 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李雪剑曾说我能演我就一直演下去 因为这是我热爱的职业 我真的爱他 我喜欢他 19岁参军 26岁夺得首剑梅花奖1954年 李雪剑出生于山东省和泽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中 原名雪剑 因儿时脊弱多壁 父母为他改名为雪剑 凭借自己的实力 李雪剑成为了演艺圈的资深前辈 但他却永远保持着一个学生的姿态 翻覆在演艺的路上 可命运总喜欢给人出难题 事业上越走越顺的李雪剑 被出乎意料地按了暂停键 被确诊患上鼻咽癌 落下听力系统后遗症 一个把拍戏看得比生命重要的李雪剑 坚持要把这部戏拍完才接受治疗 无奈之下 经过剧组和家人的商量 最终决定放弃手术治疗 改为保守治疗 在这最艰难的阶段 李雪剑的妻子与海丹 寸步不离地陪伴在他身边 两年后 李雪剑出院 再次投入到演艺事业当中 如今他出演风神宝机昌一角 演技深受大众的喜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